卢州区虽然是开发密集的区域 但其实南北侧还有一大片的土地等待重化 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长期关心这里的发展 日前再度邀请了相关单位讨论合适的规划方向 卢州区目前人口相当密集 因为十几年来陆续开辟了重化区 进驻不少人口 不过其实南北侧还有大片的土地等待重化 长期关心这个议题的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也为地主发声 现在我们这个电影的反应就是五轧 第一就是超高压发射站 不要设在我们卢州的南北侧 不要放在楼州 也不是这里要用的电 台北市要用的放在台北市 那么再来第二点 我们北环捷运环转线这站 不要占地这么大的一个面积要缩小 而且不要引用到我们淡水河半的一个景观 第三有很多工程 跟大台北集会大台北市场那些 应该是要先建后拆 再来那些文化古迹我们应该把它保存 再来就是这个农机力要提高 区段的那个区段征收的地要用底价地 日前议员也邀请地主以及相关单位召开说明会 由于北侧的地主约有两千多位 加上南侧地主约有三千多位 市府将会整大家的意见举行公开展示 由于地主人数众多 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同 议员也要求市府相关单位应该主动出击 整合各方意见规划出最适合的方案 才能创造多赢的局面 听听听听了点 感谢观看